今天會做些什麼呢 現在又是春天了 還是要喝多點湯水 炸暖還寒的 我們要加強外底抗力 今天我們煮的湯就叫做基松茸 這些是基松茸 在青雲裡面買的 青雲是一個很優質的 專門做野生菌的專門店 在City Super裡面就可以找到青雲 不少很多 少許就可以了 基松茸很香 今天我們會煮什麼呢 我們會煮淮山幾折 我們有一些淮山片 這些淮山片 買淮山 別買雪白色 雪白色的那些 已經在硫磺製過了 叫到白了 我用這些是橡牙色的 這些淮山就漂亮了 很多時候我會在雜貨部 會收拾一些 裡面有蓮脂四十八盒 煮湯的時候就拿一下 有什麼好呢 蓮脂四十八盒 這些是健脾開胃 健脾開胃吃得又睡得 當然亨體會好 就是淮山幾折 基松茸 蓮子八盒 幾折就還未有 幾折就不用太早下 差不多煮湯煮到半小時才下 因為湯就會酸酸的 不容易入口 這些淮山 基松茸 蓮子四十八盒 這些我們就用水沖一沖 因為始終這些材料在外面要曬過 無論如何也好 都會有些灰塵在這裏 當然會帶有些風箱 對吧 所以我們就 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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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用來煮什麼呢 我們要浸一些螺便 我把這些放進去 放進去 不是放進去 放進去 鮮明一點 放進去 加滿水 我用來煮一個螺便 以及稍後製一些豬錢 一起煮 好 這裡我們加滿水之後 我們就開火 煮湯當然是一流火最好的 中途我們不需要再加水 一煮過 這樣就原汁完美 另外幾次 我們也是 充滿一點 用水浸一浸 這個就不用太早下 待會稍後再加進去 旁邊那隻鑊 我們又要把豬錢 出一出水 好 這裡也是 加熱了一些水 在這裡 放一些冷水 接著我們 放少許酒 放一些豬鬚味 我們把豬錢拿出來 出水 出水 經過高雲指點 是要冷水下的 那些污垢 一些不太好的氣味 就會隨著水 一路發騰的時候 就走出來 我們放進去 用豬錢 就比較靜氣一點點 湯也會清澈一點 好 那豬錢 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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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撈出來 再沖洗乾淨 待會煮出來的湯 就會很清澈 因為你看豬錢也不會太肥 這樣出來的湯 有肉的甜味 煮出來 煮出來的湯會清澈些 好 這湯就煮好了 我們就放了豬錢 放進去 豬錢 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大火 煮透 煮了 煮至三十分鐘左右 然後轉回中小火 慢慢再煮 轉到上面 看著泡 一會兒再煮一會兒,就要用個殼撿到麵頭的煲 每次我都會這樣說 湯的顏色亦都非常美 好,我們繼續煲湯 其實煲湯是很輕鬆的 只不過,如果你家要看火 要花點時間,不可以離開 因為始終都要安全 看著,隨時會不會乾水 或者會不會被風吹熄了火 是這些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做其他家務 洗衣服,煮飯,煮其他熟 不要說太多,不想 看到悶到抽筋 這個湯,我們煲了半個小時 調小一點的火 大概煮了兩個半小時 顏色很漂亮 黃金色,金色,金色 面頭也沒有油 我們撿走了 湯也很清 調小火,按一下我改 繼續煮,兩個半小時 好,好,再和大家 那些記者也放進去 這裏經過 前前三個小時 一碗 看上去已經知道很順口 顏色很漂亮 黃金色的 淮山記者,年子時辰 裏面豬前湯 就完成了 看到顏色很漂亮 看到都上入 不肥不麗 蟲蓉 各樣東西混和得非常好吃 在這個時候 喝湯其實挺好 很舒服 好嗎 好嗎 記得,Bank Can Cook 我做得到的 你們會做得比我更加好 好,那再見 拜拜